他只有給我半徑以及他這個長 他這一段是直角 所以他是四分之一圓 題目有說是直角 題目有說是九十度嗎 題目上面說原型角AOV是九十度 那九十度就是一個直角 所以我們就可以算出三百六十分之九十會有四分之一 那我們就先把周長公式 算圓的周長公式是二拍 然後我們這裡R是八 所以八乘以二是十六 十六拍乘以這裡的四分之一會等於四拍 我這裡算了四拍之後 算到這裡的弧 我還沒有算到這個半徑 所以我們要把原本的半徑也算進去 就是四拍加上 八根號二 八根號二是由直角 一比一比根號二這樣算出來的 因為 你也可以用必死定理算 因為他剛好是九十度的直角 兩腰五長是八 斜邊算出來就是八根號二都可以 所以球出來這裡是八根號二 八根號二在哪裏 八根號二在這一條 所以算的是弓形喔 弓形是一個長度加上一個弧長 所以弧長再加上 算出來的這裡八根號二 算出來這個就是周長 然後再來算面積 面積的算法是πr平方 那r一樣是8 它沒有改變 所以 八乘八是六十四 六十四成為π 再乘以原本的四分之一會等於三十二 他的三十二是指原本的扇星 他沒有剪掉這裡的三角星 所以我們還要再剪掉這裡的三角星 三十二 三十二是 八成為八除以二的 所以 李秀 他現在要算的是弓形 弓形是怎麼出來的 弓形面積要怎麼算 弓形的面積怎麼算 弓形面積就是扇星減掉 弓形 弓形會等於扇星減掉三角星 弓形會等於扇星減掉三角星 所以那六十四π乘以四分之一 算的是扇星面積 OK 後面32是半徑成人半徑 因為它這裡是一個三角形,而且是直角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互稱8乘8除以2 所以算出來是32 所以算出來就是16拍-32 第二條錄定